美国综合国力强大 美国综合国力强大 看谁不顺眼就找点茶 这个世界警察可真够忙碌的 而今年 美国来找我们的茶明显加强了好多 而且调戏力度明显一直在加强 这也让我们相当愤怒 从让空架机数次抵近东海和南海 到军舰分别闯进南沙领海和西沙领海 本以为这样的调戏力度已经非常大了 但是美国似乎根本停不下来 竟然让两艘驱逐舰直接穿越了台湾海峡 这样的调戏力度直接达到了今年的最大化 这也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对于国内来说 说实话对于美国的这种行为 还是让人非常愤怒的 美国华盛顿自由登卡网站 7月10日发布了提为五角大楼用战舰穿过台湾海峡展示军力的文章 美国让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还发表这样的文章 说实话真的挺让人愤怒的 而且上面刊登了美国两艘区 逐渐穿越台湾海峡的诸多细节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克里斯洛根 更是直言台湾海峡之国际海域 美国的两艘驱逐渐春运 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 对于美国来说 这是合法的通行 美国说的怎么飘飘然 难道不知道台湾问题 是最能够触及到我们敏感神经的 美国显然是故意而为之 无非就是想用南海和台湾来牵制我们 以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 而且文中称 美军最初打算让里根号航母打击群 穿过台湾海峡 但最终派出马斯汀号和另一艘驱逐舰 其实美国显然也不想过度记录我们 而且真的把事情闹大的话 美国心里也没底 所以 美国原本打算派遣航母战斗军穿越台湾海峡的想法 只能放弃了 而且按照美国的说法 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将来派出一艘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 也可能派遣军舰访问台湾 按照美国今年的挑衅力度 说实话这样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至于美国到底会不会这样做 说实话显然还很难预料 我们必须做好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而且美国所谓的正考虑派遣航母战斗群将来穿越台湾海峡 或者让军舰停靠台湾 至少的时间来看 估计美国还没有这么大的魄力 毕竟真的扭恼了我们 美国也不好收场 其实美国心里很清楚 在中国周边真的打起来 美国根本没有胜算 而且单单一个火箭军 估计美国都吃不消 你说呢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